各位大家好,我是阿偉 歡迎來到阿偉環保教室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臉盆盆栽 臉盆盆栽裡面可以放一些像水蜈蚣 像布袋蓮 像水蜈蓮等水生食物 有製作方式就是加水,然後將水生食物養在上面 臉盆盆栽也可以收集雨水 降低水流出室外的速度 以達到降低洪風的時間 以防止有些地方會淹水之類的 如果大家的屋頂上都有這些裝備的話 就可以有效收集水分,減少淹水 謝謝大家